人性的弱点,往往会阻碍一个人达到不可企及的高度,王志志能不能从传奇球员上升到传奇教练,或许缅甸的性格,正是自己打败自己的癥结所在。 八一客场惨败39分,主力中锋许忠豪在镜头里顶撞王志志,超过了其他新闻,在社交媒体上,网友几乎重口一词,都将靶子对着许忠豪,他们认为,许根本就不配合大志教板,之后,尽管双方都辩解说,是媒体过度放大了这一冲突,他们之间只不过是情绪有些激烈而已, 如果这个冲突仅仅是个意外的话,发生在九月热身赛的细节,几乎可以判定八一队那个气氛并非想象的那么融洽,当时在山东圣体育局训练中心篮球馆,八一队与山东南篮,正在进行一场热身赛。 第三节八一队单节输给山东16分,第四节比分越拉越大,在场边指挥比赛的王志志黑下脸来,你们愿不愿打,不愿打下来吧,让别人打。 有现场记者说,他的声音整个球馆都听得到,比赛之后,王志志把队员叫到一起,总结得失,他认为,球员的问题并不纯粹是技术问题,而是思想上放松和携带。 他说,我们花钱出来的热身赛,想多让你们的打打,你看看你们打的,关键球说不打了,如果你们认为自己懂,那就别打了。 除此之外,这些球员有时即使愿意打游戏,也不愿意去训练,这也是王志志最为头疼和郁闷的地方。 显然,王志志在球队中的作用已经超出了主教练的范围,他需要像各家长一样,去为一些细枝末节的非职业问题而劳神。 从可预见的结果来看,他对于球员虎口婆心的劝导,抑或是愤怒的谩骂,并不会提到根本性改变。 从九月热身赛到十月CBA联赛,大一队和王志志身上接连发生类似的争执与冲突,足以说明球队内部潜藏的致命问题,以王志志的性格而论,作为一个教练习上的新兵,他并没有能力在一个赛季之内解决球队内部的嫌隙。 另外,大志在日常生活方面,如同是从旧石器时代穿越而来的,时至今日,他甚至依然保持着不用微信的习惯,他甚至对球员沉迷游戏,显得百思不得其解。 我真的不明白现在这些年轻人,打球这种能挣钱的事儿,他们不愿意多花心思琢磨,打游戏都是花钱的地方,怎么就那么起劲儿? 显然,王志志如果不能从他那套老派的传统和思想中解放出来的话,到最后反受其累的只能是他自己,即便捷奥不逊如莫里尼奥这样的冠军教头,也认为,我51岁了,球员们才20多岁,如果我想和他们合作,就要了解他们的世界。 黄马球员曾经在出场前,在更衣室里拍着对照镜子,但如今这社会就是这样,愤怒与呵斥,并不会让王志志在球场上的权威性得到增加。 相反,如果他没有掌握管理的艺术性,一切似乎只会适得起反,一个伟大的球员并不一定会成为成功的金牌角头,这之间并没有直接和必然的联系。 网友对雪中豪的攻击,仅仅基于王志志的球员过往,他不能总站在大众舆论的上风口来管理球队,或许,像他这样好脾气好性格的人,应该像奥拉猪王那样,将自己的梦幻脚步传授,给具体的某个后起之秀,或许,他太好了,好到没法在这场耳于我诈的游戏中决力,性格决定命运,优势就是这样简单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